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雅婷 身上人事的不变和不自由往往身边的人最清楚 日本电影《三更半夜》居然要吃香蕉改编真人真事 主角罹患肌肉萎缩症需要志工全天后协助 不过他个性韧性搞得志工十分头大 逗趣之余也道出身杖者的真实心情 另外漫威强挡大片《复仇者联盟4》 为《超级英雄》系列写下最后篇章 这回大反派萨诺斯摧毁宇宙一半的生物 仅存的《复仇者》准备背水一战 好莱坞漫威电影《复仇者联盟4》 是《超级英雄》系列的最终章 剧情截取上一集萨诺斯毁灭宇宙一半生物后 《复仇者》重整队伍在出发 旌旗队长也前来助阵 一同为拯救宇宙奋战 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保密到家的剧情不仅让粉丝望穿秋水 更为电影增添话题 日本喜剧片《三金面变》居然要吃香蕉 改编肌肉萎缩症病患的亲身经历 写实描绘生长者的不自由与痛苦心境 片中主角全身上下只有头部和手部可活动 加上个性任性又爱与人斗嘴 让照顾的志工十分头大 但他却和新来的女志工一见钟情 一段微妙的关系就此展开 土耳其推理喜剧片 谁杀了小说家 描述美国小说家被发现 离奇身亡在土耳其的偏远小岛 侦探为了调查真相来到岛上 却被保守又顽固的居民视为眼中钉 就在明察暗访中 侦探意外揭开了当地权贵家族的黑暗秘密 诡决的气氛和舞里头的幽默 为电影增添亮点 机械生产的普及 让手工制作更具有独特价值 加拿大纪录片《志情师与他的情人》 讲述卡尔迈街吉他创办人瑞克·凯利 踏遍纽约格林威治村 寻找闲置的百年老建材 以手工打造独一无二珍贵吉他的故事 也让观众看见坚持传承 令人敬佩的职人精神 Joshua综合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访欧洲 日前抵达布鲁塞尔欧盟总部 拜会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 以及欧盟执委会主席荣科 举行欧日峰会 封会后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并举行记者会 由于峰会期间适逢中国在北京召开一带一路论坛 日本身为亚洲核心国家态度备受瞩目 安倍表示针对中国影响力 双方同意国际社会应敦促中国扮演建设性角色 安倍这起话让外界揣测 中国近年希望能与日本合作 投入参与第三国一带一路基础建设 这项合作似乎仍有前提 而针对WTO及贸易议题 欧盟和日本共同支持 促进多边主义和公平的全球贸易 另外安倍也呼吁欧盟和英国合作 避免英国无协议脱欧 因为日本企业需要一个可预测的商业环境 才能继续在英国开展业务 据川敌峰会6月将在日本大阪举行 欧盟领导人也向安倍表达全力支持 中央社记者唐贝君布鲁塞尔报道 中央社记者唐贝君布鲁塞尔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走进国家图书馆 映入眼前的不是书籍 而是一件件绣工精致的中欧传统服饰 让民众忍不住想靠近一点欣赏 国图和斯洛伐克经济文化办事处合作举办特展 将四国传统刺绣服饰 乐器及编织器具空运来台展出 希望加深台湾与斯洛伐克的文化交流 开幕典离吸引许多铸台外交办事处人员 共详甚至十分热闹 这些人有别的世纪 这些人呈之中是有的年龄 有一定的爱争 没有人 от真上的 人员的位置 很不容易 帮助人员 看什么是厚的予奥 美与人员的位置 这是上诚격的 而且有很大力 我们的事 只是专重 和自由 這個對於我們了解斯洛伐克的傳統文化 還有民間的一些習俗是很有幫助 尤其這次非常特別的是 所有的展建 每一件大概都超過100年以上 斯國經濟文化辦事出代表 伯塔文的兒子馬克 負責為來賓介紹展覽 也為民眾精選比堪亮點 這件百年歷史的傳統新娘禮服 有別於現代婚紗以白色為主 全套色彩鮮豔 裙擺更是新娘親手繡上的刺繡 其中最特別的是 頭上兩個鞭炮造型的頭飾 據傳能替新娘驅邪避凶 另一大焦點是1.6公尺長的 傳統樂器Fuyara 由同一塊木頭打造的墓笛Fuyara 是牧羊人在山區一邊牧羊 一邊吹奏的樂器 2005年更被列為 聯合國非物質遺產 只可惜現在只有少數人會吹奏 斯洛伐克與捷克 曾經是同一個國家 在1993年各自獨立 位於中歐的斯洛伐克 人口約540萬人 國土經辦森林密布 伯泰文代表表示 希望能讓更多台灣民眾 認識斯洛伐克這個美麗的中歐小國 中央設計者葉冠營台北報導 中央設計者葉冠營台北報導 最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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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沒有問題啦 最高啦 不要跟最高最高好不好 這要講多久啊 陳爸 陳爸我卡啊 講不煩啊 然後我們常在學校的時候 就會講一些垃圾話 然後久而久之就想說 能不能夠上台也 講垃圾話 別人看垃圾話 就發覺日本有一種垃圾話的藝術 就叫做慢牌 就是一直都有這個嗜好 然後以前也收到很多這種相聲 表演藝術的犀利嘛 那種這一頁那一頁的時期啊 相聲瓦瑟的時期啊 台北曲藝啊 這種 卷宗孩子啊 卷宗孩子 所以 所以就是 不用這樣Cue我好嗎 助理何家平安歸 YES 慢柴這個東西當然就是 源自於日本 但是慢柴在日本的意思 其實就是相聲 對他們叫 中國傳過去的相聲 他們也叫做慢柴 慢柴很多都不是 往外的或諷刺 他就是在兩個人的關係 和話題裡面去找 笨蛋 還有吐槽的點這樣 欸高雅爾這件事情 常會在我們話題裡面提到啦 因為這就是我們畫面上面 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部分 我是吐槽的 對我是被吐槽的 裝傻的 因為他兩個都可以 但我只能裝傻 他吐槽會很像裝傻 你知道蔬菜不被聽到 有這種痛苦嗎 我不知道好不好 喝醬汁在拔自己 然後忘了打拔嘴 然後 幽默是人類的一個 很有趣的文化 我們會發酵的原因有很多種 那 但這些發酵的東西 邏輯操作方式 你說英式一點的 美式一點的 那中國包覆一點的 那我們只要能夠使用 讓我們的觀眾可以發酵 而放在我們兩個人的表現之間的時候 或多或少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這都可以叫做 慢殘 看來我們軟堂甜心隊即將派出代打了 這女生我像殘典的 我們殘典選手 0.7的高打擊率 尤其在他意外失去的壓右臂之後 似乎 看他正在揮舞著他的一隻暖身 其實當初訓練 我們真的是靠我們自己摸索 對 因為我們本身是學戲劇的 我們是戲劇系的 然後對於舞台表演上面有 當然有學校的教育 可是學校裡面 當然是沒有教慢才這一塊 所以慢才這一塊 真的是後來 我們畢業之後慢慢地從網路上學習 從電視上他們一些 日本的搞笑藝人的表演來學習 然後慢慢地再融合自己 過去像我以前寫一些象徵段子 或什麼樣的經驗把它 慢慢地找出我們現在的這種 在台灣發展的這種 慢才喜劇的風格 題材上面的話其實就是很 因為慢才它是比較 庶民藝術的東西 所以很多的題材都是 我們生活中常會 接觸到的一些事情 結果大家有共鳴的話題是最好的 嗯 比如說什麼結婚的東西會講 年齡的東西會講 選擇踢猜 選擇切入方式 角色的設計 關係的設計 這一切都是慢才 喜劇表演的一部分 文本創作的一部分這樣 基本上看慢才這件事情 只需要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覺得好不好笑 那它就是當成你生活當中 一個放鬆 一個娛樂 所以當你生活壓力很大的時候 你覺得笑一笑有助於幫助你 抒發你的壓力的話 那可以試看看慢才 現在是醫生嗎 看著這個影片的人 如果真的你們心靈上 有些問題的話 也不用問你 我們可以推薦你慢才 推薦你慢才 對對對 我們都可以去找醫生證明說 笑正心對人是有益的 台灣水下攝影師吳永森 日前拍攝太平洋紅龜的作品 奪下Sony世界攝影大獎 台灣區首獎 他在加拿大冰冷溪水裡 趴了將近30個小時 才得到這些珍貴畫面 最近在倫敦索麥賽宮展出 吳永森還繼續挑戰自我極限 最近前往古巴拍攝鱷魚 也見證越來越嚴重的海洋垃圾問題 他期盼透過照片讓更多人了解 生態問題 進而採取行動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頻道和中央社網站 都有播出 我是張雅婷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